走 我们要去越南了 第一次吃香兰叶的 这个是什么 反正今天就是越南日 哇 很好吃的 我很漂亮喔 谢谢 谢谢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水阿姨的频道 水阿姨要带你们去越南吗 有没有高兴 走 我们要去越南了 那还没有订阅水阿姨频道的好朋友 欢迎订阅不用钱喔 然后呢 底下留言互动 如果你们有想要 看水阿姨吃什么美食 拍什么影片 可以底下留言互动 谢谢你 我到越南了 先来买个 法国面包 听说很好吃 看有什么口味 中和越式烧卖 经典越式肉包 好啊 我们要一个什么 中和 中和的哈 这个是 这个是越南的 这个是越南的 这个肉包好大 这是香兰叶 对 对 这个一条多少钱 一个二十块 好 你给我两个 好 谢谢 第一次吃香兰叶的 这样多少 一百六 一百六 好谢谢 这家卖甘蔗汁的 今天休息 怎么办 原来他这里是下午市场 不过我们进去看看 看看有什么好逛 还是好买的 还是有少数的摊位在卖呢 好 走我们去看看 看剩下没有很多汤 好 这个是 他们的小菜 小鱼干 这个是什么 老板娘这个是什么 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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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鸡角 这是越南的米线 下午应该很热闹 这个应该要下午 我们可以早一天下午 这个市场下午应该也是人蛮多的 好这里有卖 越南的杂货 零食 一些小吃 看 哦这是卖冰的吧 对不对 好像我们的四果冰 那一种感觉 有没有这应该是卖冰的 好像 你看 这个都是他们的调味料 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好逛的 全部都是越南的东西 只有鸡蛋是台湾的 越南的泡面 我看一下 看一下河粉 因为我常常在煮河粉 价钱差不多啦 就跟东港卖的也差不多 这是泡面 这个是虾酱鱼酱 这是什么 我对东南亚的这些东西很有兴趣 早一天下午的时间 再来拍 越南的服饰店 这个都是从越南进口的吗 哇 这双鞋子好高哦 哈哈哈哈 适合我们这个185的来穿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这个市场叫做 大发下午市场 在高雄市的大辽区 大明街进来 对不对 可以Google一下 反正今天就是越南日 然后第一家我们买了 法国面包 越南的法国面包 第二家我们要去吃越南的河粉 刚刚要吃的第一家河粉 今天休息 而且要休很多天 可能回越南了 我们又来吃第二家 找的这一家 雪明月室厨房 这一家雪明月室厨房 我们在大辽的卫生所 对面 斜对面过来 我们看一下 烤猪肉米线 应该是干的 法国面包 炸春卷 木瓜凉拌 烤猪肉饭 牛肉河粉 好 我们进来吃看看 它里面的菜色也很酥啊 好 木瓜凉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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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里面吃 很越南style 炸春卷 山醬 我吃过的越南春卷 炸的都很好吃 吃一下吃一下 吃一下 吃一下 很好吃 他每一家的做法都跟这样的 很酥脆 很好吃 有成糖 我觉得不要沾就很好吃 很快炸 炸的很酥脆 一碗的後面先,這是乾拌爐 太大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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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一碗 那可能下面都是蔬菜吧 拌一拌,就把這個 沾醬,倒進來拌一拌 好大一碗喔 太可怕了 這是要給他冰分 先吃一個豬肉飯 很厲害,我覺得 越南人在處理豬肉很厲害 好吃 這個米線好吃 這個豬肉乾拌米線 哇,很好吃 米線很Q 口感很好,然後豬肉醃得很入味 自己還要清爽 然後,我覺得整個風味整個口感是好 這一道是豬腳和粉麵 這一道是豬腳和粉麵 老闆娘說裡面可以吃得到和粉 又可以吃得到和粉 又可以吃得到和粉 這是我們第一次吃這種口味 先喝一下湯筒 先喝一下湯筒 嗯,很清爽 好清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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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嗯 菇類 優餅 非常清爽 很清爽 湯筒很清爽 湯筒很清爽 很清爽 湯筒很清爽 很清爽 真的很清爽 豬腳 豬腳軟硬度算是有一點口感 QQ的但不至於太硬 對於我來講 這種口感剛剛好 我不喜歡太軟爛的東西 這個蔥角河粉麵 我覺得好朋友如果你們有來 可點可不點 我覺得如果跟其他的兩樣 比起來會稍嫌不同了一點 平淡了一點 但是這個豬肉乾拌河粉是米線 是真的很厲害 讚 我們的多少錢 你先喝一口紅燒牛肉 老闆娘還是喝 小心很燙啊大哥 很香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謝謝 這樣多少錢 我看見了蛋糕 老闆娘在這裡開幾年了 我開了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 快五年了 你越南住哪裡 我是南越 胡志明的 胡志明 我去過一次 對 胡志明的你有去河內嗎 河內沒有 我只去過胡志明一次 胡志明 比較好玩 比較熱鬧 北越是夏龍萬很漂亮 對 以後有機會去 我很有去過 想去縣港還有芽莊 對 我很漂亮喔 謝謝 看一下 這個法國麵包 它料很多耶 先來吃一口 為什麼沒有酸酸的感覺 我手機都不電了 你我吃過那麼多 越南的法國麵包 我覺得這個算普通 沒有很厲害 好吃嗎 吃看看 第三家 也是在大寮 要來吃土拖魚羹 有停車場的土拖魚羹店 很大 我們現在先開到後面的停車場 要走到前面的正門 下雨了下雨了 這家土拖魚羹是在高雄大寮區的萬丹路 聽說也蠻有名的 所以一定要吃看看 看一下看一下 好朋友有沒有來吃過 土拖魚羹 我很喜歡 好久沒吃了沒有 我們現在來吃看看 我們要吃 土拖魚羹 焦燥飯 土拖魚羹 這個虱目魚頭很大 一個才二十塊 好佛心喔 真正的是同感醬 先喝一口土拖魚羹的湯 鯪味道很香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真的是厲害 不錯 最先值得推薦 在高雄大寮區 在高雄大寮區 萬丹路 大馬路旁邊 這友廳這位很棒 我好久沒吃油麵喔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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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拖魚羹可以推薦 魚頭也很入味 吃太飽了 今天吃了三家 大寮美食 你們有沒有喜歡哪一家 還是吃過哪一家 底下留言告訴我 還有大寮魚 還有其他的美食 可以推薦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 掰掰 記得訂閱喔 記得訂閱喔